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韩国惊悚犯罪电影《失踪》 电影讲述了一起离奇的绑架事件 而整个故事据说是由真实事件改编 电影主要强调的不仅仅是绑架杀人 反而是犯罪发生之时人心的冷落 电影一开始 年轻女孩小红和男朋友小白一起去春游 他们来到一片山清水秀的乡村 可是没想到走错了路 只好在这山里住下 他们找到了一家旅馆 旅馆的老板小黑是一个看起来忠厚老实的中年男人 他们住下之后 小红来到外面给姐姐打电话报平安 可是没想到的是 老板小黑实际上是一个变态杀手 就在小红打电话的时候 他接近小白用刀杀死了他 而小红回去时正好看到这一幕 小红惊恐万分拼命逃跑 可还是被小黑给抓住了 等到小红再次清醒时 他发现自己已经被囚禁 小黑还为他准备了蛋糕 而蛋糕上的三根蜡烛 代表着小红是他囚禁的第三个女孩 就这样小红成了小黑的信奴 不甘如此的小红 趁机咬掉了小黑的命根子 而气急败坏的小黑 更是拔掉了小红的牙齿 之后将他囚禁了起来 几天之后 因为小红没有音讯 他的姐姐大红来到这里找到警察报案 可是警察却极为敷衍他 不予立案 大红无奈离开 临走时 一位好心的警察 小强给了他自己的电话 称有危险时可以给他打电话 在进行了一番走访之后 他听人说 曾经看到妹妹小红住进了小黑的旅馆 大红马上联系警察 去了小黑的家 他们来到这里 可是这里的线索早已被小黑处理干净 他们一无所获 而等他们走后 小黑直接用搅拌机把妹妹小红杀死 故事并没有结束 小黑故意将大红骗到家里 之后用同样的方式囚禁了他 此时大红才得知 妹妹可能已经死了 就在大红绝望之时 警察小强突然找到了他 可是小黑突然出现 暗算了小强 大红慌张地跑了出去 拿着小强的手枪与小黑对质 得知妹妹被活活绞死的大红 用枪打死了小黑 然后把他也扔到了搅拌机里 电影最后 大红的行为并没有得到原谅 他已故意杀人罪被人起诉 人情冷暖 事态炎凉 整个故事看完 可以说能让所有的观众感到压抑和难受 姐姐拼上戏米 与歹徒周旋 只是为了给妹妹报仇 可是最后也没有给她一个善意的结局 好了 今天的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